嗨,大家好 我其實是第一次拍這種面對面的這種視頻 跟在YouTube上面 我之前有發過兩個YouTube 但是都是學校Assignment 然後老師讓發,我就發囉 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來自中國哈爾濱 一個非常冷的地方的小女生 我現在本人在馬來西亞沙巴 我在馬來西亞沙巴大學讀書 沙巴大學他們叫做UMS UMS就是University of Malaysia的縮寫 然後我華文名字叫做張子欣 但是我的中國朋友還有我的一些中國在高中的老師 或者在初中的老師都願意叫我小猩猩 對,做你小猩猩 就是這個小猩猩 我的外國朋友都願意叫我Siamy 因為我 對,就是跟仲秀文一樣的Siamy 因為我的 其實我在高中是 international class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然後那裡會有外交 American teacher 他就會讓我們起名字 我們班有一個同班同學 我們是一個男生 他叫Siamy 也叫Siamy 但是就很難區分老師 然後老師就給我寫了一個Siamy 那就Siamy囉 那我現在 我也很喜歡我現在的名字 雖然跟鄭秀文是一個名字 但是在之前我真的不知道鄭秀文也叫Siamy 然後我現在是第一年第二學期 為什麼是第二學期呢 這其實馬來西亞這裡的大學 它有分兩個部分可以入學 一個是九月份像中國一樣正常像大學 他們叫秋季入學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二月份 那我就是二月份入學在冬季入學 但是其實馬來西亞沒有分四季的 所以我現在是第二學期 但是像我的室友在那邊 我的室友他們其實是第一年第一學期 他們就是正常九月份入學 我現在學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其實 叫 是mass com mass communication 我是來自中國的 但是我這邊的中國朋友 其實是小隻又小 跟我的local friends相比 真的是小隻又小 因為我其實是很喜歡交不同朋友的 我不想其實focus上哪些中國朋友 但是我沒有 我也沒有就是覺得他們不好 怎麼樣的 因為我覺得我到這邊就是為了鍛鍊我自己 然後有自己 自己有不同的經歷什麼的 然後所以我現在有很多local friends 這裡的人 沙巴人 不管是沙巴人還是馬來西亞人 他們都特別的友好 他們真的特別友好對我 然後真的就感覺在嫁一樣 謝謝你們喔 那我第一次拍這種視頻 可能我的角度啊 還有燈光啊 都不是特別的好 而且可能到時候 後期製作剪輯可能也不是很好 但是我希望大家就多多包容 然後多給我提建議或者意見 讓我有更好的作品獻給大家 那最後呢 我為什麼要 想要開始拍這種視頻呢 是因為 首先我想要讓更多 想要了解 或者是想要來沙巴大學UMS的同學們 或者社會各界的人物 來可以通過我的視頻呢 可以有一些了解 這裏的生活 還有學習方面的一些東西 我本身 是Social Science for Coated 然後我也會經常跟大家講出一些 不同社會的一些社會現象 然後 在最後我也非常喜歡旅行 我也會經常拍一些旅行的 旅行的video 然後讓大家了解不同地方的一些文化差異 感謝你們可以抽出來時間來看我的第一期 謝謝你們喔 謝謝你們喔 然後 那我們就 下一期見囉 喔唷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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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感谢观看